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即是996W功率输出 功率足以应付大部分高阶平均需要 其中部分正12W 会经过另一组DC-DC电脑 降压成3.3W和5W 为电脑其他部分提供合适的电压 所有电源输出之前 都会经过KZE系2200EV电容 助力波和稳定 然后部分电源会传送去 模组线材背板 为模组线材供电 其余部分就直接提供接线输出 Auron Pro 1000W采用半模组设计 其中主机板24pins 处理器4加4pins 和2组KZE6加2pins 都预设在电源供应器上 另外设入3组 双6加2pins 供用家额外连接KZE使用 另外4组周边硬件电源线 合共可以提供10组SATA 和6组Moles等电源接口 另外亦附有两组风线连接线 由电源供应器直接为风线供电 提供小型三篇或者大型四天接口 模组线材以扁平设计 外围利用较硬新的塑胶物料保护 来更方便穿线和防止打结 至于连接主机板的电源线 就以整网保护 FSP还附送窄线专用的魔术贴 方便用家整理线材 另一方面 AU1000Pro获得80plus金牌认证 在20%和100%负载下 可以提供88%转换率 50%负载下 转换率还可以高达92% 电源供应器只设有一组135mm的散热风扇 采用Hydrodynamic bearing设计 能够自行润滑 而且有效减低运转的升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